大家好,我是云朵智良的老师 那从今天开始,我将带着大家呢,来一块儿去学习 Python,编程语言基础这种课程 那这文课程的话,我们是完全从零基础开始去讲解 那如果你对人工资本感兴趣 或者在公司加薪受阻,想要去提升工作效率的上班族 再或者就是不满足目前的工作 想要掌握新技术的人 特别是在校大学生,毕业生 但是呢,对编程语言基础是零基础的 这些小白都是特别合适的 那在本文课程讲解的课程中,完全是以项目为驱动 那么每一个章节的话,我们都会去完成项目的一部分 是显出,以实战为主 那么在我们学完课程以后,我们将要完成什么样的项目安定呢 那最近,整个上下都在发布的事情,无非就是新困难病毒的疫情了 每天我们都会去查看疫情的实时数据和动态 那么各个平台上的疫情数据是怎样进行管理的? 数据来源又是哪里? 各种数据分析的图表应该如何进行制作? 当大家学完这种课程以后,我们将教会大家如何使用盘程 从互联网上去抓取有效的数据 当我们在去抓取各大平台数据的时候 它就不会让我们轻而易举的就会拿到这数据 一定会千万百计的去阻挡我们 去设置各种反盘的手段 那么在过程中,我们还会去教大家如何实现盘程反盘和反反盘的技巧 数据召集完以后,我们还会去教大家去实现如何管理这些数据 并且对这些数据的话进行实时的分析 制作各种数据图表 那相信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大家下证的话,我们在学习的时间内